色彩繽紛的蠟線 經過社區長輩的巧手編織 成了一條條獨一無二的創意手鏈 老鼠小姐都很好 都很認真 正經的 都很好 都很溫柔 剛開始的好像比較複雜 沒有做過 現在做習慣 這樣有做過就有一個概念 做這個不錯 很好 每條手鏈的配色都大不相同 長輩依著個人喜好搭配 也有長輩選擇顯眼的黃橘搭配 目的是方便太太在夜晚 比較容易牽到她的手 千變萬化的蠟線編織 除了能創作出多種 不同造型的手工藝品 長輩在編織的過程中 不僅能訓練手腦並用 同時也能讓長輩得到 創作的成就感 就鼓勵他們走出來 然後動動他們的腦 動動他們的手 然後選擇他們喜歡的顏色 下去搭配這樣子 然後慢慢讓他們做出 我也可以做出一條 那麼漂亮的手鏈 讓他們對自己 滿有信心的這樣子 隨著社區老齡人口的比例提升 古山區熊峰里的蘇伯泉里長 不僅在熊峰里設立長照據點 也在男子新倉里 成立社區關懷據點 期望服務更多社區長輩 並規劃系列課程鼓勵長輩走出家中 到社區據點來參加各項活動 以打到樂火的目的 最後來在這個成立的這個過程中 在這個一兩年的這個經營的部分 我發現其實不會只有單單在我的 古山區熊峰里需要這樣子的服務 我發現其他像左營啊 或者是像藍子啊 我們最接近的周邊的區 我發現這邊的長輩 好像也有這個機會 可以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服務 每次我們來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一些老人家 他可能從一開始 從不了解到慢慢的習慣 而且慢慢的 他希望來這邊做一些服務 那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手工藝 讓他們建立在社會上的一些價值 社會變遷與醫療衛生的進步 面對高齡化的衝擊 在地樂活以及在地安老 成了一大考驗 因此社區關懷據點的成立相對重要 鼓勵長輩走出家中 參與活動 享受豐富多彩的晚年生活 欣賞你關懷據點 讚好 記者 吳秉原 鄭志源 高雄報導